我们把下摆锁下边 接着我们来车上下摆了 车下摆之前 我们从这里先带一道线 从这里车一个0.3 这一段 这里不是腋下缝 你看这条缝是吧 这段缝这里 大概七八公分 我们不用带 这段到这段 用手 逼住压角后面 就不要始终逼住这里 不要缝 好 到这里八公分左右就松掉 直接这样车过来 这边也是八公分左右 好 车了之后 然后用手指逼住后面 好 到这里八公分 我们就放掉 鼻鼻鼻鼻鼻腻脚 鼻鼻鼻腻脚 OK 好 我们就让它你看有点像碎折一样的 这样就好车了 幅度的 这是针对于幅度的这些东西下摆 我们才这样做 好 这样折过来 这里我们进行包边 如果你不想包边 觉得包边难 那你就直接从这里折一下 然后用一个压角 用一个磁铁 挡在这里 测一个0.6 0.7 一公分 这个都可以 那我们还是卷边吧 卷边显得精致一点 我们卷边就卷一个 这个锁边线的宽度 挨着这个锁边线折 然后再折一圈 这个卷边卷得越小 它就越不容易扭 卷得越大 越容易扭 然后呢 这个压0.1的线 只有这样带来 逼住压角后面 带来一道线 才好卷 用个捏纸 往前面推 好了 就这样的 一直车过来就好了 鞋的地方呢 我们往后面拉一点 凤往前面打 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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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到后中心点 我们这个手 手往我们身边 看清楚哈 你看我带的方向 手指往我们身边带 这边上面这层呢 我们就松一点点 往前面推 这上面 我看有的同学呢 撤这种弧度的下板呢 扭得像麻花一样 你掌握这些技巧 你按我这个手势 是绝对能做好的哈 好了 那我这个就这样一直撤过来 就可以了 不同的弧度 那么就不同的手势 就掌控它 你看这里 都撤的是非常漂亮的哈 OK搞定了 下摆车之后 我们就锁扣眼了 扣眼呢 就是男左女右 女孩子呢 锁扣眼 你就是锁在右边 那么这个哈 呃 袖子的扣眼呢 就是锁在这边 啊 后片这边 这个千万不要锁错了哈 锁这个打折的这边哈 你看 这里我们不是折了一下吗 这个边条 从这里进来 放在上下 正中间的位置 锁口 然后从这个边缘 进来将近一公分 我用的是老司机 锁的哈 扣眼烧了之后呢 我们就准烫一下了哈 首先呢 我们放下下摆 大家呢 测这个下摆 也可以用一次来测哈 用一次测的更好一点 就不会起波浪 但我们这个下摆 是很平整的哈 并没有出现扭曲的现象 门清 那我这个酷眼就 这是做的80的 就锁了4个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从下摆上来一个将近10公分左右 从下摆上来10公分 做五个就太密了一点 OK 其他这个就不用烫了 锈盒我们烫一下 锈盒以这个内側处齐平 这边降一下 锈盒 然后再稍微的给它压一下中间就可以了 前面做好的就是这样的 大A摆的衬衫 那我们扣子顶好就这样 那么这个顶子就是重点 就是这个顶子一定要打剪口 不能的话呢 你上出来的肯定就是歪的 或者这样的歪的 或者这样子 啊